準備的,這些群都在一起,雙部有故事 喔~~~ 8月5號,單抽GTG了 不需要抽那個卡池了,又來了 大家好,我是阿天,哎呀,我們先開頭看一下,太棒了,國劍玉的新泳裝型態 這一次1.5週年的更新,太棒了,小弟我就是蘿莉 抱歉,太興奮了,雖然說國劍玉應該說這一次的泳裝造型每一個都很心動 但是我覺得對我目前的陣容來說,其實幫助不是很大 那國劍玉的話呢,他的招式是全體,緩緩恢復DP 還不錯,因為他至少還有一個順補 就是DP恢復,然後呢,三回合都處於DP恢復的狀態 而且是全體的,所以應該是有用 那再來的話呢,自己以外的光屬性戰型型態的這個SP上升3 用了之後呢,所有這個光屬性的角色,SP上升3 那一定是搭配這個光隊嘛 再加上說他本身啊,一開始就有一個光之波動 攻擊力又加10% 啊,我的這個光陣的童生美也什麼時候來啊 所以說呢,這個角色是不錯啦 肯定是用得到的 那不過呢,如果是打積分戰的話呢 我應該如果是補師的話,我應該還是放李莎媽媽吧 因為畢竟全體DP恢復,這個實在是太無腦了 打這個無Break簡單多了 那這個的話一定是配光隊嘛 然後這樣子才可以有這個什麼SP上升3 但是我覺得可能某些戰術運用會用到 再來就是我自己覺得最喜歡的就是學姐 學姐真的是太棒了,看到這個動畫 讚!我們的學姐 那個帶有一點這個什麼天藍呆的這個屬性 超讚的 那學姐的話呢,她是可以提升自己的暗屬性攻擊力 然後增加回合 好,那我用一段戰鬥影片來試一下什麼是追加回合喔 關於追加回合我想說來試一下 因為學姐本身有一個這個引導的耗力 那如果說她的這一招呢,是可以增加暗屬性攻擊力的話呢 我來看一下是不是她可以連續放兩回合啊 那我先用這個引導的耗令來試試看喔 好,那我用引導的耗令囉 然後她會追加回合 追加回合就是說她可以再行動一次 只有她而已 這樣子,OK 那我再追加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有了引導的耗令 這個是技能傷害增加的 因為這個跟絕對現象 還有無裝生友給抵消掉了 但是沒關係喔 我再放一次的話呢 是不是還可以再追加? 好,又追加了齁 喔,所以說呢看來是可以的喔 欸,啊買了買了買了 我已經疊滿了 我疊了無裝生友,我不能攻擊了 我啊,我可以放棄攻擊嗎?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啦 這只是試驗啦 所以說代表是說她是可以這樣子疊的 欸,等一下喔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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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再開OD 欸?欸? 欸? 不能開 不能開OD啦 啊呀,糟糕齁 哎唷,我的無裝生友浪費了 然後OD開下去 啊,我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的這個SP才夠 所以說呢 如果說齁 要用這一隻SS的學姐的話呢 你可能要 呃,算一下SP喔 因為她如果說你自己要去疊兩下的話呢 欸,你就已經要花掉這個SP10了 然後呢 這個她的大招是15 所以說你要 你至少要25 不過25還好啦 因為我剛剛用的是SP8的 所以說呢 8加8等於16 16加15等於31 這個比較困難 那如果說是 25的話呢 其實只要開一次OD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呃,如果是滿SP20的狀態相 GOD1的話呢 其實就夠了 也就是說呢 她追加兩次 按技能攻擊力 然後呢 大招打出去呢 又有暗的爆傷傷害值 所以說呢 等於說是 暗的buff齁 她一手包辦的 那 呃,欠的話呢 如果說你有一個暗陣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了齁 學姐她自己 就可以把她的這個 這個暗的這個buff都給疊滿了 不過這是打全體 不是打單體喔 那但是 欸追加回合內 SHP加50% 所以說 你進追加回合之前 你要記得把buff都上滿喔 不然 可以看到齁 我剛剛的那個影片啊 就是你 你進到追加回合之後呢 你就不能再暫停了齁 你就要一波打出去齁 所以說 呃,使用方式的話呢 就會稍微 要注意一下這個順序齁 你必須 這個buff都上滿之後呢 然後開始讓她 上兩次這個技能 叫做紅眼烙印齁 兩次完之後呢 第三次接著海灘狂散事 所以說你的SP 一定要夠25齁 才可以這樣子 一波三個技能齁 全部都使用下去喔 好,那再來的話呢 唉呀 我們的這個 和拳遊戲齁 當然也是正啦 不過這是S的角色 他的這個招式是全體齁 全體的這個 對敵人全體 然後打DP 欸 輕小怪使用吧 但是呢 他的SS齁 有這麼多個型態 我都沒有什麼使用 好像都是打全體的 然後 也沒有什麼buff齁 總而言之呢 他的型態是蠻多的 然後我也都有歪到 但都沒有什麼用齁 所以說這次S的角色 呃 應該說SS的角色 我本來就沒有用了 所以說多這麼一招的話呢 欸 我大概也不會用啦 好,那其他改動的部分呢 我們就簡單來講一下吧 首先是這一個 呃 撇除主線故事玩家 Rank限制 然後呢 呃 這個 解鎖條件 在主線故事進度齁 這個對我們已經玩了一年的玩家來說呢 應該影響不到齁 這些都是跟新手有關係齁 好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欸 在人禁戰可以獲得1到5 新飾品 這個是不是說 當我在打這個活動人禁戰的時候呢 會掉落一些飾品齁 因為你看 他下面廢止了這個記憶迷宮色跟飾品回廊 飾品回廊 飾品回廊主要就是打這個 呃 這些屬性的這一個戒指嘛 對不對齁 那如果說呢 他現在廢 廢止了這個飾品回廊 然後呢 他上面又寫到在人禁戰可以獲得1星到5星的 那是不是說之後啊 像是這種 呃 加屬性的這個 這個戒指啊 你在打活動人禁戰的時候呢 順便就可以獲得了呢 像我們現在就是 呃至少要加3嘛 像我加3就是勉強的用 我加4好像只有一個這個光的戒指齁 所以說是不是打著打著 欸他就會掉了呢 但是 欸但是奇怪了齁 這個是6星的耶 這個不是5星的耶齁 所以說這個 這個他是說可以獲得1到5星 那我6星是不是永遠就不能獲得了齁 所以說這有點不是很確定齁 那另外呢 掉了一大堆的這個1星的這個飾品 我們到時候是不是要去整理賣掉齁 因為有的時候在裝備的時候呢 看到這麼多齁 這個1星啊 2星3星的這個飾品齁 看得很阿雜 像我就有特別去賣齁 然後在賣的時候呢 我又很擔心賣到 賣到自己那個 怎麼講呢 賣到自己覺得好用的這個飾品 因為到時候 哇 滿滿的5星啊 這個滿出來怎麼辦齁 雖然說目前來說 這一個空間還夠齁 999 那如果說這樣子一直打下去的話 哇 這個身上裝備很多這個 1234星的 然後你還有一直點齁 點點點點去賣 感覺上蠻囉嗦的齁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呃這個放寬 比較耗時的要素 路上的敵人呢 DPHP抗性齁 這些會下降 然後留下 無屬性抗性齁 所以說你的這個 呃什麼攻擊啊 技能啊 像剛剛看到的這個 HP的遊戲 他有帶著這個 火屬性的攻擊齁 像這樣的技能 可能的實用性 就會大幅提升齁 因為抗性 呃大幅降低 所以說他會鼓勵你使用這一些 呃帶有 呃屬性的這個招式喔 好 然後呢消遣活動 喔很久沒有 沒有打消遣活動齁 我們來看一下說 我目前的這一個 欸這個叫做友好度吧 那可以看到齁 我的這個交流護士齁 全部都clear了 那當然呢這些 呃交流護士啊 他都會有要求你的那個 那個特質嘛 那這個特質就是齁 升到條件之後呢 我就沒有去特別管他了 所以說呢 喔這個應該是跟薪水有關係吧 然後 可以追加生命齁 讓你一次提升 比較多的這個六大特質 所以 呃我覺得 我覺得特質的這個機制啊 現在來說 就已經沒有什麼必要存在 因為這個特質的話呢 就是主角的特質嘛 然後他也不會影響到這個戰鬥 純粹就是解這個支線的這個交流故事而已喔 再來是人進戰的部分齁 什麼 戰鬥平衡 最佳經驗值 欸 畢竟玩了一年後 幾乎所有的角色 大概等級值 等級都已經達到上限了齁 所以我覺得影響不大 那就算經驗值少一點呢 其實 每天啊 打活動啊 這個人進戰 都是這樣子 4點體力 5點體力的這樣消耗 其實等級也練很快 所以說呢 這個也是比較偏新手的部分齁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部分的改動 也對我影響不大齁 好 這個 欸不錯齁齁 我們的這個奸商 卓越馬里 又有新的這個 呃東西可以賣了齁 空殘這個模組的話呢 我覺得還不錯齁 他也就是 等於說是 多裝一個晶片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一般來說大部分齁 我們都是裝備這個毅力大壩 因為他的這個體力跟精神加最多 那這一個齁 這一個空殘的話呢 他是體力跟精神加60 也就是說多了齁 各多了20 體力多20 精神加20 那我們就 用毅力大壩 裝上4個耐久晶片來做比較 一般來說 毅力大壩會裝備4個耐久晶片5 耐久晶片5 耐久晶片5的話 就是在第四張後篇齁 也就是會會的故事裡面 可以買到的 那你裝備4個的話呢 也就是體力跟精神都加20 所以說呢 你裝備4個耐久晶片5的話呢 這個毅力大壩的這個 的這個加成呢 就會跟這個空殘一樣齁 那所以說呢 空殘跟毅力大壩 裝4個耐久晶片5的晶片是一樣的屬性 那他這邊可以再裝1個而已齁 也就是說齁 毅力大壩呢 他的屬性齁 你如果說都是用耐久晶片來算的話呢 也就是多裝1個啦 然後呢 就是體力跟精神多5點齁 不知道這樣講清楚齁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一定是給他買下去啦齁 因為畢竟 這個就是我們要跟奸商去捧場一下 然後 這麼久 應該說 這麼久也沒什麼特別的東西齁 基本上你這樣掛著掛著啊 那個GP都已經揪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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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到底那個上限跑哪邊去齁 那不過不用擔心啦齁 雖然說顯示數字是9999 但是 他還是實際上有繼續累積下去齁 只是沒有顯示出來齁 然後呢 這個記憶庭源呢 這個廢育齁 討伐點數會變成GP跟素材 然後這個精癌體的巢穴 廢子飾品追加GP 哇好久沒有去齁 哇 重點來了 寶珠迷宮降低獄敵機率齁 大概降低1分之1 這個太棒了齁 好 然後呢再來 欸 隨著這個敵人降低之後呢 廢育券 一次消耗5張 這個真的是太讚了齁 因為那個寶珠迷宮我已經很久沒有跑了 因為真的是很花時間啊 然後呢 其實練的角色也就是那幾隻 所以說目前來說 欸 那個 寶玉都還夠 但是呢一次消耗5張 然後再加上說這個獄敵機率下降的話呢 欸 或許我會比較想要再跑一跑齁 來看一下齁 我現在我的這個廢育券啊 欸 跟著打這個積分戰啊 每每每每個禮拜這樣子送啊 已經七十幾張了 如果說 可以一次消耗5張的話呢 喔 我覺得這樣子跑起來齁 然後呢 領 領保的時候齁 那個會蠻有FU的齁 再來是主線頭目戰可以從事戰鬥 這也是新手齁 因為主線的話呢 大概就這個樣子嘛 你沒有辦法過關的話 如果是以新手來說 大部分都是跟等級有關係齁 那就是打打活動人進戰 把角色拉到112之後呢 基本上就會過了齁 然後這個是 就是自動戰鬥的部分 這個可能會 影響到說大家掛機的這個速度齁 再來還可以擺6名3D角色拍攝照片 這功能我最喜歡齁 大家自己可以齁自己截圖 然後製作這個桌布齁 如果說都是擺泳裝的話呢 哇 這樣子是蠻羊眼的齁 然後呢 我們學姊的這個主角 泳裝的齁 但是泳裝這個 這個想到 上一次那個泳裝的故事齁 還把一隻角色拿出來編齁 這有點陰影齁 所以說希望這一次這個故事齁 可以稍微 溫馨一點齁 溫馨一點 好那積分戰的部分呢 這是兩隻角色 我覺得上一次是有隻角色 他會保護前面嘛 但是這一次看起來 兩隻角色都長一樣 所以說 不知道齁 是一次一次要打兩隻齁 所以蠻麻煩的 那是不是因為說這一次學姊的關係齁 因為這隻學姊他是 暗屬性打全體嘛 所以是不是他抗光 然後落暗呢 因為畢竟齁 每一次 積分戰 都會跟這個新卡池有關係嘛 所以說呢 是不是就是 要讓你去展現學姊的威力齁 所以說 這兩隻角色同時就是 落暗齁 就是要你用學姊 學姊 然後疊滿這個暗屬性的攻擊力 然後一次大招 一次兩隻都收掉了 這個就不是很確定齁 最後呢 1.5週年 每天十連抽 哇這個真的太棒了齁 所以 真的是佛心公司啊 然後 再來的話呢 就是遊玩主線故事 可以獲得十連戰型探索線 那我們都已經通關了齁 所以說應該是更新之後呢 馬上可以獲得五十連抽 還有一個必出SS 而且是 基本服裝 基本服裝 48名隊員 48分之一 那我現在想要的角色應該是 48分之三吧 我有三隻角色我沒有 很想要 都是跟陣型有關係 一個是聖華 然後另外一個是 呃 這個 色夜 石井色夜妹妹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是 那個 同生美也 一個是光陣 一個是雷陣 一個是暗陣 這三隻我沒有 我真的是好想要 搞到現在都還在百合天空 不過呢 就算有這三隻的話呢 我覺得 還是會繼續百合天空吧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付費時音 哇 這六隻角色其實都很有用耶 這六隻角色我自己覺得啦 最重要的話呢 應該是四妹 跟會會 有了四妹 跟會會之後呢 你的火隊 基本上就是成型了 那 右下角的左燕馬里呢 是這個 冰 冰阻攻擊力 我覺得 我覺得還好 他的圓皮開冰陣呢 其實很有用 那至於說國劍玉的話呢 我自己是沒有光陣啊 就算有光陣的話呢 我覺得這隻角色還好齁 然後學姐的話呢 就 按攻擊力 然後打全體 我覺得 按攻擊力的角色還蠻多的齁 前面出了 出了好幾隻喔 所以我覺得沒有學姐也沒關係 左下角的這個 伊達朱里的話也是上一次的卡池嘛 那這一個的話呢 我有抽到 單體的 單體的這個 按攻擊的角色齁 所以說呢 就跟學姐的位置齁 一個是全體按 然後一個是單體按 這邊 大概是這個樣子 不過 這個伊達朱里呢 他自己也可以幫自己上那個 按屬性的這個buff 所以 這兩隻角色的話呢 就是一個打全體一個打單體喔 那再來就是最喜歡的齁 課金 課金東西加倍齁 這是我最愛的 啊 這個奇路里人賣的禮包 真的超級貴 然後我又很飛喔 這樣子課起來真的是 很傷心啊 傷本又傷心 但是呢 飛染天空他賣的禮包呢 這種特價禮包 真的是還蠻有感的 1.5倍的這個石英 然後呢 爭絕禮包齁 這是怎麼講呢 20抽 價值6千石英齁 這兩隻就是純粹 就是為了泳裝而抽 那但是呢 其實我真正的想要 還是剛剛提到的 那三隻開陣的角色喔 也就是 呃 那個光陣 暗陣跟那個雷陣喔 喔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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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大家都知道我都是 呃 怎麼講呢 都是在凌晨露片喔 那 這個在那個什麼 就是 呃怎麼講 Apple或是Google store那邊 去更新之後呢 欸 好像就跑出來喔 現在才0點 我也說是要早上10點左右才會出來 欸 0點就更新了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吧 哇 那這樣子影片有點長欸 呃 這邊還沒有啦 這邊還是要到10點鐘啦 喔 卡池的話是還沒有變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呃 10連 48 50連之後呢 一定會出一名喔 好 那這個就是如我說的嘛 我想要的就是 光陣暗陣跟這個雷陣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齁 呃1.5週年的這個活動 齁 然後這個主畫面也變了 喔 這什麼東西啊 主畫面設定 這樣子咧 好 下載 喔 變這個樣子了喔 因為我記得之前那時候 巴巴還有在講啊 就是我們的月哥啊 眼睛閉起來啊 是不是有代表什麼意義 但是呢 現在的話呢 桌布好像 好像就可以自由切換了 是不是 齁 來點一下喔 OK 沒有 那當然是要找一個比較 嗯 看的比較 比較這個振奮人心的 好 大家好齁 我是這個 剛錄罪的阿天爸媽齁 不好意思 那我就直接抽50次囉 齁 開抽開抽開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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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第20抽 好,沒有彩色,我們這邊就可以跳過了 只能期待他變了 欸,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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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水喔,這是我沒有,這是我沒有,這是我沒有 但是,圓皮的他好用嗎? 這應該是圓皮的吧 抱歉齁,不熟 這卡池是不是都是圓皮的啊 好,30抽30抽 雷陣,暗陣,光陣 好,再來40抽 啊,有了有了有了,水水水水 拜託 雷陣,暗陣,光陣,聖華,美也,色葉 蛤,四妹 蛤,四妹 蛤,怎麼會有四妹 欸,四妹是圓皮喔 還是他,他也就是我 他也就是,唯一只有這個SS 這隻是很重要的這個火BUFF角色喔 啊水,又來一個 啊 這一開始我拿來打破壞率的 但是後來又有出冰的齁,也是打破壞率的 但是這個是圓皮的齁 啊,不錯不錯不錯,兩個SS 好,再來就是必出SS了嘛對不對 好,再來再來再來 欸,沒有喔 還是抽完之後他會給你一個SS的券呢 好,我覺得第五十抽一定會有一個SS喔 不要忘記了,還有每天十抽喔 應該是早上更新吧 欸,飛眼天空是 呃,凌晨三點鐘更新 每日任務嘛對不對 好,沒有了 欸,跑出來了齁 這邊跑出一個這個 抽到第五十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齁 欸,在哪邊啊 是不是跑到禮物去啊 欸,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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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好 OK,主線故事齁,主線故事 我們玩了一年當然都通關啦 喔,還要下載素材喔 來來來來,抽一下喔 正行的,拜託 拜託 拜託 四十八分之三的機會 拜託拜託 哈哈哈哈 有人編啊 結果是 他講這句話好像是在 好像是在嘲笑我 你期待這三隻沒有啦 結果是可憐獎啦 好可憐 我快哭出來了 好,沒有齁 OK 那這邊的畫面呢 已經有一些不一樣了齁 這邊有主線故事 然後呢 這邊是積分挑戰 就變得是比較好選擇了 還有 這邊是任務 提醒你吧齁 還可以接哪些任務齁 然後項目的話呢 欸,這邊有畫廊 然後 欸,剛剛提到這個 易中反應嘛 對不對 可以隨意組合角色和背景 製作獨特的 這樣子 OK 好,我們可以配置喔 來,配置 配置誰呢 好,這樣子配置 等一下 好,我這樣配置了五個人 是不是 哎呀,這樣太棒了 有沒有 好,不過呢 我們來滿足 一位角色的這個願望喔 刪除 哎呀,夏洛特有沒有 這個叫做天堂啊 好,保存齁 這邊可以保存存到你的這個 手機裡面 然後還可以分享 分享出去之後呢 大概大家就不想跟我交朋友了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